大家好 今天是4月17日 星期三 股市今早曾經出現五年跌 尾後輕輕倒升一點 但技術上、形態上仍然偏淡 先看看時報 行指今早先低開23點到16,225點 之後曾經少少後秋見過16,316點 但沒有法子再推進 買盤不足之餘 估額亦浸漸漸漸 結果市況曾經跌至16,155點 接近美市時間有少許短定 行指最後收到16,251點 相對昨日升了2點 成交金額991億 經過今早進一步反覆 今個月的股市在先高後低形態下 波幅是進一步擴闊的 因為直到今日為止 指數是由10日的高位17,190 跌到今早的低位16,155點 即是說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指數是跌到1,035點 說波幅來說不算特別少 但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的機會 實際上也不是太高 儘管看看後續大市的發展是怎樣 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或者有些黑天鵝事件突然撲出來的話 市場是會進一步向下穩 這個月的低位 從一個走勢方面來說 由於指數已經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動線 技術上、形態上已經呈現了反覆 肉市低位的形態 現在所說的低位 暫時來說比較關鍵就是16,000點心理的關口 一天不跌穿 大家就當是16,000至17,000點走來走去 但一旦跌穿了情況就比較麻煩 因為再向下望 另外一個防守性的據點 就要退守到2月5日的低位15,336點 我們不妨拉扯一點看 整個中期反彈的起步點是1月22日的14,794點 高位是3月13日的17,214點 就是整個中期反彈的幅度是升了2420點 而運行的時間就去到昨日為止 即是整個中期反彈前後運行了11個星期 這11個星期完結之後 市會進入了甚麼格局呢 反覆不明 是否逐步下市低位呢 就要看看有甚麼黑天鵝事件爆發出來 我今天想說說的就是 今年的市值到這一分鐘 最低的指數是1月22日的14,794 最高的指數就是3月13日的17,214 即是今年的波幅有2420點 暫時是一個上升的形態 但一年的波幅絕對沒有可能只有2420點 試參考過去3年 去年2023年全年的波幅是跌了6728點 2022年的波幅是跌了10453點 即是今年暫時來說2420點 是小的 假設全年的波幅 我當你有5000或者6000點的波幅 你不穿頭是必一定是破腳的了 所以市場就算往後有少許技術上的後抽也好 大家在部署方面都是保守少少少 第一中東局勢仍然緊張 雖然以色列和伊朗暫時好像有少許平靜了下來 但我覺得 始終事態沒有那麼快可以解決得到 第二就是美國6月份 減息的機會是很微 加不加就零計了 暫時來說沒有甚麼有因被資金再度入市 所以投資方面都是保守少少 仍然隔絡 盡量保留多些現金在身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7星期三 故事還是不斷地收壓 而且指數也在創了這個月的新低 我們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恒生指數早段先低開23點到16225點 之後曾經一度稍微回升到16316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買板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還有估盤又不斷地出現 結果指數一步一步地回軟 到下午3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跌了93點到16155點 還好16000點的大觀暫時還沒有失守 不過從技術上來看 整個股市要是說還是不能夠做明顯的反彈的 我擔心最終還是會進一步下市 16000點這個關口的 好了 10月份當然暫時還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從10號的高位 17170點 跌到今天暫時的低位 16155點 等於說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指數已經跌了1035點 1035點的波幅也不算太小 問題就是一個月的高低位是很少 同時出現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等於說要是先高後低的走勢不變的話 我想更低的指數應該在後頭才會出現 這個是從一個月的波幅方面 那個一個基督上的分析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其實昨天收集的時候 恒爭指數已經是跌卻了 100跟50點線 在那一分鐘 指數已經跌卻了所有的平均移動線 到今天情況 一樣還是沒有改變 可是今天看起來比昨天還要差一點點 因為就算是今天暫時最高的指數 16316點看起來 還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等於說不管是現在的指數 最低的指數 最低的指數 還是今天最高的指數 全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這個情況表示 整個台式已經進入一個 反復不斷下市低位的走勢之中 這個大家都有消息 再看一看 整個反彈的起步點 是今年1月21號的低位 14794點 直到目前為止 最高的反彈的高位是3月13號的 17214點 等於說 整個所謂中期反彈的幅度是2420點 這個波幅相對一年來說還是比較少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我想說的就是時間 直到昨天收拾為止 整個中期的反彈一共走了11個星期 相對一個所謂的中期反彈來說 時間已經不算少 所以現在既然是 股市已經擺脫了不斷往下 尋找高位的走勢 等於說這個中期反彈已經過去了 現在會進入一個反彈而不明的走勢之中 到底會不會進一步 下市更低的指數就要看往後 那個股盤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 現在不明的因素真的是太多 第一有中東方面的情況 還是比較令人擔心 第二美國那一方面 6月份利息下跌的機會當然不高 現在市場是擔心可能利息還是有機會再進一步上調 這個市場以前是從來沒有估計到的 所以帶來的影響一定很大 尤其是美股 第三更重要一點就是 整個股市今年度的波幅 就2420點 這個是很少 等於說在今年信息下的交易店 指數也是不能夠往上升破 一萬七千一百九十點的話 其實來說還要小心 最終可能會下市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點 畢竟現在是雄市三級的 不屬由市的開始 因為實體的經濟暫時還是不行 還是不明的 所以一直以來都跟大家說 盡量保留現金 好了下個分期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鈴鐺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多謝 3 3 3 5 9 9 10 10 8